丈夫打电话称自己被绑架 妻子交付赎金却不见丈夫回来 报警他们会杀了我 警方根据丈夫车内血迹抓获可疑男子 他却大呼冤枉 你家里有老婆孩子 你有什么资格和小影谈感情 男子的供词令妻子怀疑丈夫是一人私奔了 真相究竟如何 美女代驾设圈套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一个夏天的傍晚天气闷热 家住北方某市的中年女人蓝蓝坐立不安 她的丈夫石丰已经失去联系两天了 怎么还不回来 要不要报警呢 蓝蓝在家里焦急地等待 正在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一定是丈夫回来了 蓝蓝激动地打开门 门外站着的却是两位警察 蓝蓝一看见警察 头嗡的一声问 石丰出事了 警察互相交换了个眼神 问道 你是石丰的妻子 蓝蓝点点头 警察又问 石丰去哪了 蓝蓝支支吾吾地说 她出差了 去哪出差了 她没跟我说 开车去的还是坐车去的 开车去的吧 警方拿出一张照片让蓝蓝辨认 你看 这是不是石丰的车 蓝蓝一眼就认出是丈夫的车 车在河边 那丈夫呢 她人去哪了 她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说 是石丰的车 大概被偷了 我还不知道呢 警方要求蓝蓝拨打石丰的电话 蓝蓝照做了 电话无法接通 警方再次询问石丰的下落 蓝蓝的精神紧张 一会儿说在公司 一会儿又说出差了 前后矛盾 警方觉得蓝蓝的反应很不正常 再三询问 蓝蓝的精神崩溃了 失声痛哭 哀求警方救救石丰 石丰被绑架了 绑匪不让他报警 否则就要撕票 办案民警一听发生了绑架案 立即成立专案组 展开调查 他们一边在蓝蓝家周围布控 一边对石丰的社会关系走访调查 那么蓝蓝是怎么知道 丈夫被绑架的呢 几天以前都快十二点了 石丰还没有回来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正是丈夫打来的 妻子看到丈夫的号码 安心了许多 接起电话问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还没有忙完吗 只听石丰在电话那头说 兰兰兰 你冷静地听我说 我被绑架了 我被绑架了 妻子懵了 你说什么 你在哪呢 石丰说 你不要慌 我和他们说好了 他们要一百万现金 给了钱就放我回去 千万别报警 报警他们会杀了我 天一亮 他就开始筹钱 可是 借过来倒过去 离一百万现金 还差得很远 这时 丈夫的电话又打过来了 兰兰 筹到多少钱 兰兰哭着说 只有五十万 还差得远 再给我点时间 我再去找钱 他听见电话那头 丈夫在向别人说 只有五十万的情况 听不清那个人 说了些什么 只听见丈夫高兴地说 兰兰 他们答应放我回家了 你把钱 放到他们指定的地方去 好好好 我这就去放钱 兰兰按照丈夫 传达的绑匪的指示 把钱放到了指定的地点 回家 焦急地等待丈夫 可是等了一天 丈夫没有回来 又等了一天 丈夫还是没有回来 兰兰再也坐不住了 不停地拨打丈夫的电话 电话始终是无法接通 正在兰兰犹豫要不要报警的时候 警察却上门了 原来有人发现 石峰的车被遗弃在河边 车门没有锁 因此报了警 警方联系不到本人 所以找家属了解情况 没想到问出了一起绑架案 警方根据兰兰的陈述 前往交付赎金的地点 赎金早已不见踪影 而且这个地方非常偏僻 没有任何摄像头 可以提供绑匪的线索 警方在石峰的车辆里勘察 发现了血迹 经过DNA检测 显示该血迹的主体叫做陈宇 他曾经因抢劫入狱 现在已经释放 结合兰兰陈述的情况 陈宇有重大嫌疑 警方很快找到了陈宇 却不料陈宇竟说出了 事情的另一个版本 据陈宇交代 他跟石峰在案发当天 的确发生了争执 可是那是因为石峰仗着 有钱有势 抢了他的女朋友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早就发现 自己的女朋友小颖有问题 但是一直没能抓到把柄 这天他跟踪小颖 看到他从单位里出来 上了一辆豪车 开车的正是石峰 陈宇终于抓到了小颖出轨的证据了 他扑到车前头拦住他们 质问小颖 为什么背着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两个男人说着说着就打了起来 小颖觉得两个大男人为了他在大街上打架 实在是丢人 好说歹说 说服二人上车 找个僻静的地方再商量 陈宇上车以后坐在后排 小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陈宇发现刚才和石峰打架的时候把手给打破了 不小心啊就把血迹粘到了石峰的车上 石峰把车开到城外找了个僻静的地方 石峰说 既然你已经发现了 我也不想再瞒着你 我们分手吧 石峰说 实在对不住兄弟 但是我和小颖是真心相爱的 陈宇愤怒的说 你家里有老婆孩子 你有什么资格和小颖谈感情 小颖却说 我不在乎 石峰说 除了婚姻 我什么都可以给他 陈宇想 自己是个劳改释放的犯人 人家是开豪车的大老板 拔根毛都比自己的腰粗 能怎么样呢 只好下了车往回走 在路边小商店里买了瓶白酒 坐在河边一口气喝干了 又是哭又是吐 折腾到晚上才回到家 他下车以后 石峰跟小颖就开走了 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有见过小颖 更不要说石峰了 这几天他无法走出失恋痛苦 一直呢是闷在家里喝酒 压根就没有出过门 他怎么可能绑架石峰呢 大老板石峰突然失踪 警方凭车内血迹找到嫌疑人 一直呢是闷在家里喝酒 压根就没有出过门 他怎么可能绑架石峰呢 嫌疑人却说他跟石峰只是 争锋吃醋打了一架 你家里有老婆孩子 你有什么资格和小颖谈感情 妻子也开始怀疑 这场绑架是不是丈夫石峰 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美女代驾 设圈套正在播出 陈宇的供述 让石峰的妻子兰兰起了疑心 他仔细地回想 丈夫被绑架的细节 每一次都是丈夫 用自己的手机打来的电话 所有的要求都是丈夫提出来的 他从来没有跟绑匪 有过任何的接触 只有一回 当他说只筹到五十万现金的时候 隐约听见丈夫 在电话那头和别人商量 而那个声音 兰兰仔细地回想 他猛然地醒悟 那个声音是个女人的声音 一个女人怎么能把人高马大的丈夫给绑架了呢 而且丈夫好像很怕妻子去报警 反复强调说报警 对方就要杀了他 现在看来 这会不会是丈夫制造的假象呢 兰兰又想起了更多的疑点 丈夫经常在外面应酬喝酒 兰兰兰打电话询问就嫌他事多 兰兰不敢打电话 又担心他喝了酒开车不安全 经常在车库等待丈夫 有那么两次 都是一个年轻的女子 开车送丈夫回来 当时他心里就有点不舒服 问丈夫这个女的是谁 丈夫说呀 这只是一个代价 他还向丈夫提出 以后啊 要用就用男代价 不许和这个女的来往 丈夫当时是满口答应 把这些事情穿起来看 难道这所谓的绑架案 是丈夫为了和这个小影私奔 导演的一场好戏 好你个时风 枉费我天天为了你担惊受怕 说不定你和那个小影 早就过起了快活的日子了 兰兰要求警方 一定要抓住这个 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时风究竟是私奔还是遭绑架 警方试图与小影取得联系 电话却总是无法接通 而通过调取时风的通话记录 办案民警发现 他失联之前频繁联系 一个叫做熊爱鹰的人 这个熊爱鹰会不会就是 陈宇的女朋友小影呢 警方追查到这个号码 登记的身份证 结果让他们大跌眼镜 这位熊爱鹰啊 确实是位女性 不过呀 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警方上门询问这位老人 得知啊 他根本就不认识时风 也不认识陈宇 白辛苦了一场 眼看着这条线索又断了 就在警方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屋里墙上的一张照片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那是一张熊爱鹰老人 和几位年轻的女性护工的合影 其中一个人正是陈宇交代的 他的女友小影 至此案件终于是有了一点发现 警方从老人那儿了解到 这名女子真名叫做李影 她曾经照顾过老人 查到李影的真实姓名 警方很快查出她的下落 在外地的一座城市找到了她 听说警方找到了李影 这个关键人物 懒懒的情绪非常激动 嚷嚷着要警方问问李影 时风去哪儿了 你还我丈夫 李影的反应却很冷漠 她承认认识时风 但是她说 我业余时间做代价 时风啊 只是我的客户之一 我每次都能安全地把她送回家 她呢对我就比较信任 后来呀 渐渐地熟悉了 每次她喝完酒呢 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那天她也是喝了酒 所以呢 给我打了电话 我把她送到了指定的地点 就分开了 我和她没有其他关系 她去哪儿了 我怎么知道 既然没有其他关系 为什么要用别人的身份证 伪装身份 又为什么远走他乡 隐藏自己的行踪 李影说 我和陈宇恋爱以后 她总是怀疑 我和代价的客户有其他关系 我实在受不了 去外地啊 就是为了躲开她 至于为什么 要用熊爱英老人的身份证 注册手机号 因为当时啊 我没有本地的身份证 办不了优惠套餐 熊阿姨呢就照顾我 借给我用的 李影的话 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石峰一个大活人 也不能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呀 仰看案件又回到了原点 办案民警只得重新开始梳理案情 警方进一步梳理现有的证据 唯一的物证就是石峰的车辆 警方对车辆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勘察 一个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石峰车内的方向盘上 布满了陈宇的指纹 陈宇在接受询问的时候说 当时啊 石峰呢 坐在驾驶室 李影呢 坐在副驾驶 他呢 则坐在后座 如果陈宇陈述的是事实的话 那么他根本是没有机会 接触到方向盘的 这个细节 只能说明他说了谎话 警方再次询问陈宇 但是陈宇曾经因抢劫入狱 反侦察的能力很强 数次询问他 前后的陈述一致 丝毫是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警方转而再次询问李影 几次询问之后 李影的前后供述矛盾 无法自圆其说 特别是在他和陈宇的关系上 警方发现 只要一提到陈宇 李影明显表现出恐惧的心理 他在害怕什么 警方抓住李影的这个心理特点 加强了对他施压 李影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共述了他和陈宇共同绑架杀害石峰的经过 一天晚上 敦守在酒店门口的李影 看到石峰像往常一样喝得最熏熏的走出了饭店 拿出手机准备找代价 李影就走上前去问他 大哥 找代价吗 我可以做 我有工作 我就是特别喜欢好车 想过一过开豪车的瘾 所以才在下班的时间做代价的 我没有别的意思 您这次先试用 觉得好了呢 下次您再给钱 李影说的是非常的诚恳 石峰就笑了说 好吧 就让你过个瘾吧 李影的车开得不错 稳稳当当的把石峰送到了家 李影和石峰一分开 陈宇就从暗处走了出来 接上了他 问 他上钩了吗 李影得意的摔摔头发 我亲自出马 还有失手的时候吗 这陈宇让李影去勾引石峰 想干什么呢 陈宇啊 虽然曾经因抢劫入狱 却呢 长得是一表人才 李影迷恋他潇洒的外表 和他呢 谈起了恋爱 两个人在一起无所事事 只有出相没有近相 琢磨着 上哪儿找点钱花花呗 陈宇想了个主意 他打算呢 利用李影的美貌 以代价的身份 勾引开豪车的老板 等老板上钩了 再出面勒索钱财 于是呢 两个人就在各大酒店 寻找猎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点之后 经常看到石峰喝得醉醺醺的 很晚才离开酒店 他们决定对石峰下手 李影自以为石峰已经上了钩 可是啊 接下来几天 石峰根本没有回音 陈宇心想 既然不能敲诈勒索 那就干脆绑架石峰 一天下班时间 石峰开着车刚出公司 就看见了李影在路边 焦急地打车 石峰把车停在了李影的身边说 你去哪儿啊 我送你 李影是千恩万谢地说 我妈妈生病了 我要回家接她去看病 可是一直打不到车 石峰问 你妈妈在哪儿 我带你去接她 真的吗 太谢谢了 我给你指落 好心的石峰 根本想不到 自己正被这个貌美的女子 带向那个罪恶的深渊 石峰开车按照李影的指示 开到了一个僻静的地点 等待她的 不是李影生病的母亲 而是做好了绑架准备的陈宇 陈宇用事先准备好的榔头 将刚下车毫无防备的石峰 打倒在地 牢牢地捆住 扔进了车的后备箱 等石峰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手脚都被捆绑着 脑袋疼得要命 躺在一个山洞的地上 李影间她醒了 拿了瓶水位 她说 大哥 你别怪我们 我们也没有办法 想跟你借点钱花花 丈夫遭绑架 竟是美女带驾设的圈套 我就是特别喜欢好车 想过一过开好车的瘾 我没有别的意思 妻子按照要求送了钱 丈夫为何仍惨遭杀害 她已经知道我们是谁了 放她走 谁也活不了 二人落网后 男友被判死刑 美女带驾是否也跟她同罪 美女带驾设圈套正在播出 兰兰筹好了钱 按照要求放在了指定的地点 老老实实地回家等待丈夫 再说陈宇 拿了钱回到藏身的山洞 对石峰说 行了 你老婆把钱送来了 我也说到做到 他拿出一把刀 让石峰转过身说 我给你把绳子割开 送你下山 石峰转过身背对着陈宇 可是陈宇根本没有割开绳子 而是瞬间在石峰的身上 扎了十几刀 可怜的石峰 就这样倒在了血泊里 这突然的一幕把一旁的李颖吓傻了 话都说不利索了 结结巴巴地问 你怎么把他给杀了 你不是说要放他走吗 陈宇个狠狠地说 放他走 他已经知道我们是谁了 放他走 谁也活不了 李颖吓哭了 陈宇吼道 哭什么 埋了他 两个人在山洞里挖坑 将石峰的尸体和作案的工具埋藏 将石峰的汽车抛弃 将赎金藏在了山洞里 而在杀害石峰的时候 陈宇用力过猛弄伤了自己的手 从而导致他的血迹流在了石峰的车里 事后 陈宇拿出一部分钱 带着李颖回到城里挥霍 李颖目睹了陈宇杀人 心里是非常的害怕 他本来只想弄点钱 过好日子 从来没想到要杀人 陈宇心狠手辣 今天杀的是石峰 保不齐将来就会对自己下手 李颖只想尽快脱离陈宇的控制 钱也不要了 趁着陈宇睡着的机会 连夜坐火车到了外地 隐姓埋名地躲了起来 直到被警方找到 本案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被告人陈宇 李颖 以绑架罪被检查机关起诉至人民法院 李颖并未料到男友会杀人灭口 他是否也要对被害人的死亡负责呢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被告人陈宇 李颖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 绑架并杀害他人 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 犯罪手段特别残忍 情节极其恶劣 罪行极其严重 应当依法严惩 而且被告人陈宇曾因犯抢劫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 又犯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 系累犯依法应当从众处罚 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个法律概念 一般累犯 根据刑法第65条第一款规定 一般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 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 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只故意犯罪的年满18周岁以上的犯罪分子 但是过失犯罪的除外 对被假释的犯罪分子 从假释期满之日起开始计算 累犯应当从众处罚 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本案的被告人陈宇完全符合该条文的规定 因此他构成了一般累犯 应当从众处罚 最后法院采纳了公诉人的意见 判决被告人陈宇犯绑架罪 属于累犯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李颖犯绑架罪 属于从犯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案件终于落下了帷幕 石丰的妻子忙碌地相信绑匪的承诺 在丈夫被绑架以后 没有及时地报警向警方求助 而是抱着破财免灾的心态消极地等待 可是凶残的绑匪怎么会信守承诺 最终没能救赎丈夫石丰 如果他第一时间报警解救丈夫 也许这场悲剧就可以避免了 当我们遭遇危险的时候 应该相信警方的力量 第一时间向警方求助 而陈宇和李颖二人呢 他们为了金钱不择手段 甚至到了泯灭人性的地步 他们对他人生命的践踏 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敬请关注本栏目微信公众号 我们下期再见 好不容易娶到漂亮的媳妇 谁知刚办完婚礼 新娘就离家出走了 还带走了约两万六千元的礼金 新娘被抓后却说 自己是为了帮男友还债 他并没有打算跟王大雷 做真正父亲 新郎得知新娘还有男友 他会不会退婚 新娘的男友对这一切 又是否知情 背着男友嫁别人 下期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